接下来咱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数据当中 我的一个标签的一个分布 在这里呢就是我在DataFrame当中啊 把我要选择的 你看这是我的一个Y值 我的一个标签吧 把标签拿到手 计算一下它的一个V2Counts 计算V2Counts之后啊 个数对我来说 我现在不太关心有多少个样本 哎呀我这个东西不管了 我就给它Normalize一下 指定一个Normalize等于True 接下来呢我就会把它锁的指标压缩到0到1之间吧 我就看啊它占的一个百分比是多大 然后呢Ploat一下指定一个霸图 然后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这样呢就是我当前的一个指标啊 这就是两个档 看一下这两个档吧 就是一个占了75% 大概一个占了25% 要么稍微来说啊 有些不是那么均衡的 先看了一下 一会我要预测的指标 它大致的一个分布啊 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哎之前大家不知道注意点没有啊 在这块我指定了一个TestSize啊 等于True95 刚才忘说了 大家是不是是不是觉得这个TestSize 为什么指定这么大呀 一般情况下你这训练节不离90% 测试节不离10%嘛 你这个东西是不是违反常理啊 是这个样子啊 由于咱这个数据集啊 其实从量来说啊也不算小 因为呢一会儿咱还要去做这个集成 要做一堆的模型 做一堆模型的时候啊 我们训练起来是很慢的 所以说啊我只是选择了一小部分的模型 进行一小部分的一个数据啊 进行一个训练 这样呢主要原因啊 就让大家在训练的时候能够更快一些的 如果说你的你有时间等啊 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等一些时间 然后达到一个更好效果 你可以自己来改一下这个值啊 我写这个值啊 完全就出于咱们这个违带速度比较快 咱可以快速得到一个结果 所以说指定这个test size啊比较大啊 没有些其他的含义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当前啊 这个图里看过了 只要大概我的一个标签的一个占比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现在想做一个基础模型 看一看咱当前的一个效果吧 那要做一个基础模型啊 在这里咱们是先给大家推荐了 这样的一个小工具包啊 这个工具包它是用来去做这个决策术的 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这个东西该怎么去用 就是当咱们在去用这个决策术的时候啊 首先你得把这个决策术给它画 就是经常会得画出来吧 经可视化展示嘛 决策术它本身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非常方便进行一个展示 经可视化的一个显示的 那这里呢咱们要显示这个东西啊 咱们需要先把这个东西给的工具包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需要这些东西先装好 先装这个pip.plus 怎么装呢 pip.star,pip.plus 这就可以了 然后呢你再装一个imagine 然后再装一个就是啊 就是graph 把这些工具包都装好 这就完事了 这些啊工具包的一个安装方法 对大家就是写这里了 大家只需要去下载 然后去安装 然后再添加一个简单环境变量 重启我们的读布可 这就完事了 非常简单 我们就可以把这工具包都给它装起来了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要画这个图吧 print一下这个graph 这个我觉得大家就也不用去改了 我唯一改的一点啊 就是说把这个classname 改成了一个0和1 用这个0啊 就是用这个d来进行表示了 1呢用这个r来进行表示了 这就是说在数当中啊 一会儿就会看到一个d 看到一个r 所以表示着 我们这两个档 这两个类别 这个意思 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创建这样一个图啊 先print这样一个graph 把这个函数写出来 一会儿呢我们把我的结果 就是用我 我去执行我printgraph的时候啊 把我一会儿去念好这个数 以及呢把我这个列名再传进去 这就完事了 只需要这两个指标 这就完事就可以了 然后呢在这里啊 来看吧 我先构造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决策数 我说这个te啊 等于一个decision trade classifier 就是之前我用sklearn当中 那个模块嘛 我先导件了 你看这里 sklearn当中的tree模块 decision trade给导件来了吧 导件来了之后 然后接下来 我们用这个模块去 指定了一个参数 先指定了一个maxdips等于1 也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个最大深度 咱先给它限制一下 比方这个数啊太深 让这个数啊 现在深度暂时为1 这就完事了 先有着这样的一个值 有这样一个值之后 然后我去点fit一下 fit一下 训练我的一个数据 xtreme ytreme 这是我都有的吧 所以说先把我的数据 给它去点fit一下 费完之后呢 进行一个预测 把我预测的一个指标拿出来 这就完事了 所以说现在啊 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个 指标的一个预测 再把我预测的一个指标 我们一会儿要算什么 一会儿呢 要算的是它的一个 AOC的一个指标吧 AOC的一个具体值 所以说当你去算 这样一个AOC具体值的时候 你需要把这个 你的一个真实值 就是为test的真实值 以及呢 我的预测值 我都给它传进去 都传进去之后啊 它会告诉你 当前你的一个AOC指标 它实际上是得多少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画这样一个图 下面就是我当前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说 指定了一个这个max diff等于1 所以说它就画了一个 简单这样一个一层的图啊 然后现在啊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数 看了一下 AOC大概是0.672 看起来不太高 是吧 比较低的一个指标的一个结果 然后这里呢 它进行了一个分 分出来两个字 一个是一个tool 一个是一个false 然后这有个百分比 占了一个百分之多少 这样的一个数值 然后呢 下面这个什么0.763 0.237 就是说两个类别 它分别占的一个比例 是有多大的 在原始数据当中啊 可能一个占了0.76 一个占了0.237 这样一个感觉 然后呢 分成了左右两个字 怎么分呢 按照你当前的一个捐赠的额度 是不是大不大于 这么101.5 小于了 它就往右边 大于了 它就是 小于了就往左边 大于了就往右边 左边呢 这个数 左边数据占到了54.5% 右边数据的样本是个数 占到了45.5% 对于左边来说 哎呀 我都给它预测成一个D的类别 对于右边来说 你看D这个类别 左边占到了一个88.5% 右边呢 占到了61.8% 所以说啊 就是说 对于当前这个任务来说 咱现在指定一个深度为一的一个决策数 它会把所有的样本都预测成什么 都预测成一个 就是近乎啊 都预测成了一个 那个那个 属于D那个类别 是这样一个事吧 所以说现在呢 我对于当前这个决策数啊 小怎么样 效果肯定是很烂的 那对于这个很烂的决策数 我们该怎么办呢 所预测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接下来我改一下吧 我在这里啊 就是加了这样一个指标 只改了一个 我把这个Max Dips改成了一个3 咱来看一下结果 结果啊 一下子就变成0.751 然后呢 这个数据结果啊 也变得很大了 因为为了给大家显示出来 这样一个结果图啊 所以说 我这个最大深度啊 没有调太大啊 就是能让我把这个图 给它画的开就可以了 然后来观察结果吧 这个结果咱不给大家 一个一个一个块去说了 这个说起来太慢了 咱们先来看吧 就是看几个关键指标 这里它有个颜色的显示吧 颜色的一个显示当中 就是越颜色 就是数值 就百分比啊 这里边站的数据量的 百分比越大 颜色越深 然后百分比越小 颜色越偏一个蓝色吧 那看吧 其中有两个值 非常显眼什么 一个是47.3% 一个呢 是35.9% 这个47.3 落到了最左边 里边都是一个D吧 然后呢 还有35.9% 也落到了基本的一个 最右边的一个结果 那这说明什么事啊 绝大多数据啊 都落在了一个底边 那这种情况下 很有可能就发生了一个 过拟合的现象 把很多数据啊 绝大多数据 都预测成了一个指标 那这个时候啊 就可能发生一些模型 哎呀 它收敛的不好 模型过拟合的一个问题了 那有这样一个问题来说 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是不是 希望模型的分布 应该均衡一些啊 看起来标准一些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得调整一下策略了 咱们来看啊 现在 当我经营交易决策数的时候 决策数 咱们之前讲过算法 讲过算法的时候 他会说 把大部分的一个 就是跟节点 是一个最主要 依赖的一个东西吧 那跟节点看起来说 他现在咱们这个模型 绝大程度上 是依赖于 你的一个交易的金额的吧 交易的不是交易金额 是你这个捐款的一个金额的 根据你捐款的一个金额 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它起到了决定 决定性的因素 那这里看起来 有些样本 起到决定性的因素 这可能导致我 过你和你一个风险吧 那每一颗决策数 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 我想构建另外的一个决策数 在我另外的一个决策数 构建的时候呢 我希望在这里就是 在这里 我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我构建决策数的时候 他在这里边 就是别是主要依赖 我这个第一模块 我还能去看一看其他特征 综合的考虑我所有信息 这样呢 模型是不是就变了 模型可能就是 收敛的比较好一些 那是不是这样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调整一下策略 看一看 去掉个别对结果 有着最大影响因素的指标 然后呢 我剩下的结果的一个值 它是等于多少的 咱们再来看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